地下道拉起封鎖線 車輛全禁止通行 只見水車急忙趕到現場 大輪拉水管請下水道 雨水退去後 現在民生地下道滿是淤泥 現在區公所也懷疑是下游遭到阻塞 所以才會造成嚴重積水 一大早台中地區就下起輕盆大雨 積水一度升達六七十公分 這條地下道另一端就是民生街 最近一下雨就淹水 附近居民抱怨連連 這一旦只要下大雨 它都超過五分鐘一定會淹 遇到雨就淹實在不方便 前一天大雨中更是有一輛車被硬生生 卡在地下道拋錨 車輪四分之三泡在水裡 這個有一個疫情 這15公分它就會有一個警告的疫情 它會有一個拋錨燈 會顯示禁止通行 那這個信息也會傳到我們相關單位 明明上個月20日才清過排水溝 區長說每次淹水 除了管制還給清淤泥 再派水車來沖刷 實在是治標不治本 加上颱風季快來臨 大淹水還會有交通安全疑慮 除了要找出淹水的原因 還有加強淹水後的應變措施 我希望說有一個警報器想做 讓我們左右靈機的聽到警報器之後 我們可以就近的先讓風鎖線 再看看地下道淹水的危險場面 水花漸到車頂插點淹沒整輛車 實在是驚險萬分 記者韓志欣王世函 SNG小組 台中報導 理计划